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广东南南晚上对阵浙江宁波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由于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 我想杜峰知道肯定会轮休几元大将 其中有可能就会有马尚 马尚虽然说目前状态也非常的好 上一轮比赛竟然砍下了40分的高分 但是由于马尚的季后赛就要开始了 必须要让马尚维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况 上一轮的哈密尔顿是休息了 那么这场比赛轮也应该轮到马尚了 马尚自从这个赛季回归到CBA之后 并没有缺席任何一场比赛 真的是广东南南的劳模 虽然每场比赛打的也不多 但是总体来说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累吧 毕竟是第三阶段恢复到主客场之后 一个是行程对于马尚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另外马尚在这几场比赛中 也是作为第一攻坚手出现 上一场比赛打了很长的时间 并且拿下了40分的分 这样一个分数其实也真的非常累 他也需要休息 人毕竟不是铁打的 那么上一场比赛 哈密尔顿休了 这场比赛马上休 也是正常 球迷也可以理解的一个事情 那么如果没有马上在场的话 黑白海三后卫将会成为广东南南后场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保证 相对来说 徐杰和赵锐拥有的球权 还有出丑机会就相对来说增多 那么这场比赛即使没有马上的话 我感觉广东南南大胜浙加宁波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宁波队也有三名万元 但是呢其他国内本土球员的实力还是和广东队有着天差地别 那么三名万元也只能同时上一名 又不是三名万元都能上 那广东南南估计还够翘 但是只能上一名万元的情况下 我觉得哈密尔顿一个万元带领广东队就可以战胜宁波队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毕竟在广东南南的主场 宁波队压根没有暴冷的一个机会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